小朋友们,欢迎来到格子酱讲绘本,我是格子姐姐 今天,格子要跟大家分享的绘本是 修修的莲藕 莲藕住在池塘底部黑黑的淤泥里 它非常害羞 嗯,为什么会害羞呢? 因为莲藕觉得自己浑身失控 所以有点难为情 没关系,你身上的孔不仔细,根本就看不出来 霓秋从淤泥中探出脑袋,对莲藕说道 可是,孔,孔还是在我身上啊 莲藕还有一些难为情 身上有孔怎么了,我也浑身有孔,没有觉得难为情啊 一只捞鱼网,一边追着池塘里的鱼 一边对莲藕喊道 可是,可是你浑身亮亮的 很干净,莲藕浑身黑黑的,确实很讨厌 捞鱼网小声地嘟团了一句 捞鱼网平时脾气很好 可是它今天一条鱼都没有捞到,心情有些不好 嘿,捞鱼网,不许这么说,莲藕可是有很多优点的 小鱼网,小鱼们纷纷游了过来说道 看到捞鱼网灰头土脸地离开了,小鱼们高兴地摇起了尾巴 再见,捞鱼网 不过,话说回来,莲藕有什么优点呢 这个嘛,一下子还真是想不出来 莲藕不太爱说话,对我们也不是很热情 小鱼们聚在一起,悄声议论了起来 小鱼们也说不出莲藕的优点 莲藕的优点? 嘿嘿,我不太清楚 蜻蜓摇着头说道 虽然蜻蜓小时候在水里生活 但是它基本没和莲藕说过话 我也不清楚莲藕的优点,呱呱 青蛙跳上连夜大声地说道 虽然青蛙小时候在水里生活 但是它也从来没有和莲藕说过话呢 那么莲藕究竟有什么优点呢 蜻蜓和青蛙都想弄明白 我就知道,我没有任何优点 莲藕伤心地说道 就在这时,尼秋突然想到了什么 对了,莲藕对身边的淤泥很友好 从不乱搅动它们 是啊,这确实是一个优点 终于找出了莲藕的一个优点 小鱼们纷纷游过来表示赞同 这要说来,还有一个优点 莲藕从来不抓我们 蜻蜓和青蛙都表示赞同 很快大家找出了莲藕的两个优点 嗯,还有还有,莲藕从来不大声吵闹 也不蹦来蹦去,非常安静 蜻蜓一味深长地看着青蛙 忽然想到了这一点 是啊,这么说来 莲藕也从来不会说别人的坏话 呱呱,青蛙看着蜻蜓反驳道 这样一来,莲藕有四个优点了 莲藕,你已经有四个优点了 真是太棒了 青蛙大叫着,在脸页上蹦来蹦去 哎呀,好疼 嗯,怎么回事,你怎么会疼呢 青蛙吃惊地问道 你,你没有注意吗 那些脸页都是在下面支撑的 哦,真的 原来是你一直在支撑着脸页吗 青蛙吃惊地说道 我也经常在脸页上面休息呢 蜻蜓也赶紧飞过来说道 还有我们,也经常在脸页下面休息 躲避捞鱼网什么的 小鱼们也围了过来 一口同声地说道 我们一直都没有发现 原来你有这么多优点 真是对不起,莲藕 大家纷纷向莲藕道歉 没关系,多亏了大家 帮我找出这么多优点 谢谢,谢谢你们 莲藕不好意思地说 那么,接下来会怎么样呢 莲藕会从淤泥中出来和大家一起玩吗 嗯,莲藕并没有出来 看来它羞羞的性格不是一两天就能改变的 接下来过了一天又过了一天 夏天来了 哇哦,太棒了 这些都是莲藕开出来的吗 漂亮,太漂亮了 看着池塘里盛开的花 大家不禁欢呼了起来 听到大家的赞美 莲藕心中不由得涌起了一股自豪感 好啦,宝贝们 今天的故事就讲完了 如果你也喜欢听这个故事 要给鸽子姐姐点赞哦 想要收听更多好听好玩的故事 微信搜索 关注公众号 鸽子酱讲会一本 鸽子陪你一起成长 晚安